師父 師父, 道觀化天, 威震亡靈 師父… 沒事 師父… 師父, 沒事吧? 你沒事吧? 沒事 腳底踩火盤, 晦氣不進門 善惡中有報, 夜半莫驚雲 下轎一滿酒, 財旺人長壽 任銀三百兩, 活到九十九 師父, 請喝酒 師父… 你們幹甚麼?全部撞邪嗎? 小五, 你看不到師父被人打嗎? 是呀 誰這麼大膽?連師父也這麼打? 不知道 奇怪, 她始終沒有露面 她沒有露面也這麼兇惡? 如果她露面, 你們幾個就不用回來 說…你自己幫忙 今天因為師父沒有帶我去 只是帶一些沒用的人去 下次再不帶我去 我看連師父的褲子都被人脫了 好… 吃大膽, 天蓬神就給我唸一千事 祖庭曾經遇天蓬 聖節並為萬里同 春夏勇之風為吉 秋冬勇之伴為雄 家取願行皆不離 修葬埋賊也不幸 聚得生悶, 同景月 合佳, 從此晚舌得長龍 不用再唸了, 回來了 謝謝師父 你去哪裡 我…上去睡覺 我叫你回家見你爹 回家? 那怎麼行?我爹會殺了我 說不定會殺你 我? 你帶我上山的時候 收了他五十兩銀 又是你說在五年之內 要將我變成驅邪師父 我父母就只望我學成光宗耀祖 大家心知肚明 我教不了你什麼, 是不是? 今天你不肯教我 你也不肯教我那些師兄弟 每次留下不教 再等三五年 我們都學不懂什麼奇門遁甲 我們只懂掃地、針茶、摘台、插棋仔 我們根本跟你在這裡做牛做馬 做開門狗 你根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 上山, 我要不要你去? 捉鬼, 我又要不要你去? 我怕你弄傷手腳, 嚇破膽 你這樣也不領情? 師父, 如果你不提起這件事 既然你現在提起這件事 徒弟真是不肚不快 肚就肚, 咬得住你的嘴巴嗎? 好 你不讓我上山 是怕我打通了小周天 師父, 徒弟現在就功功勁勁地告訴你 好 自從我叩頭給你的第七日起 我就打通了小周天 我只是不敢告訴你 怕你說我亂鬧事 你七天…七天就打通小周天? 師父, 如果我沒那麼多根底的話 又怎敢叫你一聲師父? 看來也像 那你通了大周天了沒有? 如果通了大周天的話 可以練法術 是嗎? 你別裝傻裝模糊 你現在練的分身術是嗎? 是否偷看我的寶殿 偷看我的秘笈, 是嗎? 師父 你當我是繼承這個道統 當我練成法術 我一定會侍奉你一輩子 你是這種人嗎? 你後面有兩塊反骨 你一進門我就摸到了 你只剩下過橋抽牌的反骨仔 你真是以小人之心 當君子之腦袋 是呀 那你看大周天見到誰 你是說拿著羽毛線盆那個 豬閣母口 你見到他嗎? 他還問候你老人家 他認識我 沒有 師父, 我們倆師徒 都在他的奇門鈍甲之中 他…他…他對我有甚麼評語 他… 算了 既然你也趕過回家 就當母后爺爺沒有跟我趕過這件事 你不說我就捏死你 師父 這就對了 母后爺爺跟我說過 你師父一定會捏死你的 那…那他也算得出了 厲害 要不然 人家怎麼會稱為千古神算呢 那倒是 那倒是 師父 徒弟向你辭行 這兩年來你已經很照顧我了 我向你叩頭 千古 早知道你這麼早可以見到朱葛武侯 我收你爹五十兩少不少 應該收五百兩 師父 做生意的事當然是有賺有虧的 好, 你走 再睡一會兒 反正我已經回家了 回家了? 你明明還站在那兒 師父 為甚麼你還不相信我 已經練成了分身術 好 你們進來吧, 府室洪廷 妹妹, 你能走嗎 我只是覺得雙腳沒力了 好 小道士, 黃道長在這裡 找個醫病嗎 我女兒中了邪, 我找個驅邪 好 肩膀痛不痛 你怎麼會知道的 我一個不小心看到的 看到甚麼 一隻花蝴蝶 你騙人 我騙你對我有甚麼好處 你一定是看到一件很兇的事 兇就不算兇 好, 不過漂亮就挺漂亮的 那是甚麼 姐姐, 她在說你 第一次見面就這麼不正經 好, 那說回好聽的 或者你會想花一兩半錢給我 給我做盤村呢 如果你能夠幫我妹妹驅邪 我爹會感謝你的 謝謝 如果我有這個本事 就不用讓師父做出師門 小道士 你知不知道找你師父要多少銀兩 你進去找他 他至少收你一百五十兩 但如果我進去找他的話 勉強收一百兩 為甚麼差這麼遠 只要我說我們是姑妙親來 師父她怎麼也會給我面子 好, 就照你的意思做 那你給我銀兩, 我幫你辦 爹, 爹 你至少被我騙了五十兩 沒有盤村回家嘛 收人前在, 替人消災 好…既然金魚來了 好, 應不就還這五十兩 黃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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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甚麼?從山山 昨晚, 李師父和我家小姐捉妖 一點用都沒有 我幫老爺來找你算帳 給我三百兩, 給我三百兩 給我